您开支谁给您开 您签的跟我们大陆 这十几年也没少割我们韭菜 对吧 您代表大小一起来 算了算也有不少个亿了 张楠再度开战 这次把矛头转向大S经纪人 就是因为对方在声明中 请自己好好解释 逃漏税及国籍的事情 那您在我们大陆的合同 您给我们纳了多少时 对吧 我们都不多说了 拥有外国国籍和逃漏税 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事 张楠气不过 要求大S经纪人 晒出合约来对职 还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双方隔空炮火猛烈 网友喊话拜托马亭上剑 而这次S王交战 王小飞破光 大S用他留下来的信用卡购物 包括爱马仕包 大S再婚的投杀和项链 各种华丽的服饰 全都价值不费 这让王小飞似乎惹火上升 新欢张颖颖疑似 在朋友圈叫喊 我也要买买买 被外界解读 是在吃醋 还有网友爆料 在微信对话里 张颖颖痛骂张岚恶心 表示大S有上亿豪宅 自己是18线小城市房子 不过张颖颖则亲自发文澄清 全都是假讯息 王小飞也留言 追究法律责任 高调户爱 TVBS新闻上面是宏廷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